我是宇哥 神探李昌玉在美国的刑事科学界 被誉为是现代的福尔摩斯 他是从一名华人的穷留学生 有幸成为了美国首位州级的华裔警政厅厅长 以及美国有史以来官职最高的亚裔执法官员 他曾协助参与了世界各国6000多宗的 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 今天我们就来讲 神探李昌玉破获的一个三代灭门惨案 德比是康州的一个小城 人口只有3万多人 居民大部分都是白人 大多都是中等收入的家庭 在德比市治安比较良好 犯罪活动很罕见 过去的几十年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各种凶杀案件 在1989年的8月13日 72岁的玛丽老太太 连同46岁的弱智儿子 以及8岁的外孙女 在家中惨遭杀害 被害的老太太玛丽很久以前便已经守寡了 和儿子约瑟相依为命 约瑟虽然年纪四十多岁 但是他的智商却只有七八岁小孩的一个程度 双目还失明 两耳也失聪 但是唱歌是非常优美的 很会表演 他在德比市略有名气 每逢总统或州长等重要人物光临的时候 德比的当局都会邀请约瑟来献唱 母子在小城里过着安逸和安静的生活 与世无珍 他们人缘都很好 不可能会有任何仇家的 那宁娜是玛丽的外孙女 天真可爱 非常讨人喜欢 案发当天 刚好是周五的下午 宁娜的母亲 凯洛协同她的先生参加朋友的婚礼 便将宁娜带到了外婆家 请玛丽帮忙照顾 据他们夫妇说 由于婚礼过后 还有其他的活动 所以他们在周六就打电话给玛丽 想告诉她 周日才能够过去接宁娜 但是电话那头没有人接 当时他们就猜想 应该是玛丽带着宁娜和约瑟外出购物了 于是他们就没有放在心上了 在星期天他们很晚才起床 下午的两三点 他们便过去 准备接宁娜回家了 当时他们就发现 玛丽的家门 无人隐门 后来她老公就从窗户爬进去 才发现玛丽已经倒闭在走廊上了 而约瑟横尸在浴缸里 而宁娜却死在了卧室外的走廊上 警方当时怀疑的对象 首先就锁定了发现尸体的这个凯洛 因为她并非是玛丽的亲生女 直到最近呢 凯洛才发现自己是收养的 因为玛丽一直不愿意透露尸情嘛 所以她呢 在得知真相之后呢 和玛丽当时吵得很厉害 此外呢 经过调查啊 警方就发现呢 这个玛丽的人寿保险的受益员啊 是约瑟和凯洛两个人 如此呢 约瑟死亡的话呢 凯丽就是唯一的受益员了嘛 此外呢 约瑟如果不在了 凯丽将成为玛丽唯一存活的亲人 就可以继承玛丽所有的财产 所以呢 刑警当时就推断了 凯洛夫妇呢 有杀害玛丽和约瑟的动机 但是呢 令他们不解的是啊 为什么他们不放过自己八岁的女儿宁娜呢 难道是因为宁娜是凯洛与前夫所生的脱油瓶吗 李昌宇说呢 在我们进入现场之前呢 刑警就向我简报了预定的侦查方向 不过我跟他们说啊 现在就确定侦查方向啊 仍然是太早了嘛 要先处理现场 用证物呢 来引导侦查的方向 才是可靠的 李昌宇说呢 我首先寻查了整个现场 这座房屋呢 是两层楼的住宅 一楼屋后的阳台呢 可以直接通到厨房 从前门穿过客厅以后呢 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厨房呢 是隔着走廊与客厅相对的 里面十分的杂乱 走廊的墙壁上呢 有许多的血迹 而玛丽的尸体呢 就躺在走廊上 面朝上 眼睛呢 仍然是睁开着的 脚呢 朝着厨房 头朝着客厅 厨房水槽的水龙头呢 仍然开着 那水呢 就从厨房里流出啊 还流过玛丽尸体的下方 再沿着这个走廊呢 流向了地下室 走廊左边的第一间房呢 是客厅 第二间呢 是卧房 卧房靠门的走道上呢 躺着宁娜的尸体 走廊右边呢 是浴室 约瑟的尸体呢 就躺在浴缸内 而洗脸盆和浴缸的水龙头呢 仍然是开着的 水呢 从浴室流出啊 经过走廊 也流向了地下室 走廊最末端呢 是往地下室的楼梯 200多平方的地下室呢 都淹在水里 这些水呢 都是从厨房和浴室的水龙头流出的 还夹杂着一些微微的血色 那二楼的两间寝室呢 大部分东西呢 都没有被挪动过的迹象 但是衣柜是被翻过的 一些贵重的首饰和玛丽的皮包呢 都不见了 对现场呢 有了整体的了解之后呢 李商宇说啊 我们就展开地毯式的物证搜查行动 首先我们要找出作案者 入屋的途径嘛 大门上并没有任何强力进入的 这个损毁的痕迹啊 这就表示呢 犯案者可能是在敲门后 由受害者主动让嫌犯进屋的 或者是嫌犯呢 经由窗户和其他途径进入的嘛 于是我们就发现 屋后阳台上呢 有五扇窗户 排除各种可能性后啊 就发现第三扇窗户 有被触动过的痕迹 也确定呢 这扇窗户啊 可能是嫌犯入屋的途径 再用三秒交法呢 显现出指纹呢 果然窗户上采集到了一个手印 经过对比呢 发现是警方怀疑的嫌犯呢 凯洛的丈夫的手印 他承认呢 他是在星期天嘛 到玛丽加去接尼娜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应门 他就在屋后发现 第三扇窗户没有栓上 便将窗户推开 爬入了屋内 从这个手印能够推测 这个情形和他描述啊 是一样的 因而呢 不能够判定他蛇案 在厨房的现场里呢 我们发现啊 墙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血迹 那血迹的喷溅形态呢 是现场重建的重要部分 当血液撞击物体表面啊 因物表结构和吸附性的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形态嘛 从血迹喷溅的形态 就可以推断呢 犯案的经过 以及受害者和嫌犯 相关的资料等等 例如呢 从血迹的形态和血液的大小 还可以区别啊 血液喷溅的速度以及力量 如果血液以低速射出呢 这种常见的血迹啊 如受伤后的血液啊 低落地面而造成 如果是中速呢 会有一些散落的微小血点 这种血迹呢 是来自于打击 刀伤和棍棒等 如果是高速飞溅的那种血迹呢 表示撞击力度是很大的 那这类的血迹 常见于枪击和爆炸案件 李昌宇说 在厨房的煤气炉上 有一个平底锅 锅内的玉米花爆开了 散在这个火炉上面 厨房有两个水槽 其中一个水槽的水呢 人在流动 自来水呢 外溢到了厨房的地面上 而厨房的餐桌和餐椅呢 都有被破坏以及移动过 而且椅子上呢 是有血迹的 那这些血迹呢 是低速血迹 餐桌上的桌布呢 也有血印 但是是转移型 摩擦式的血印 而墙上的钟以及电话机呢 都有血迹 血迹的形状呢 是中速的灰五形的血迹 很有可能是被害者在抵抗打动时 流下的血迹 那在餐桌底下呢 还发现了一个手表呢 已经停摆了 表面上的时间是10点14分 接着呢 我们要检查手表是谁的表了 仔细检查后 我们就发现这个手表 是男用的天美石表 因而排除了这个表 是玛丽所有的可能性 而这个表也不可能是小宁娜的吧 那会不会是 他的儿子约瑟的手表呢 但是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呢 也不可能是约瑟的手表 因为约瑟是失明的呀 他就不可能戴手表嘛 所以这个表的主人 很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关键人物了 那经过化验呢 厨房四周的血迹呢 是玛丽的血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是最先在厨房遭遇到凶手的 接着呢 在厨房与凶手开始打斗 案发最初呢 是在厨房进门的地方 玛丽正在爆米花嘛 他突然就遭遇到了袭击 然后他就奋力的反抗 刚开始就空手与凶手搏斗 但是嫌犯手持锋利的刀刃 不断的袭击他呢 他不断的抵抗 当时呢 用力撕扯呀 将作案者的手表扯下 最后他受伤过重马 而逃离了厨房 在走廊上的身体不知倒下 血流不止 那客厅当时的灯还亮着 一切看起来都很安静 没有任何打斗过的迹象 沿着走廊往里走呢 走道上呢 仍然有血迹 走廊的两边的墙上呢 也有喷溅型的血迹 玛丽老太太的尸体呢 倒在走道上 她的脚朝着厨房 头朝着走廊的尽头 脸朝天 双眼呢 仍然真的很大 双手分开 在中国人的传统上呢 都将这种死状 描述为死不明目 那走廊的右边呢 是浴室 门上有血迹 吞门进入浴室时呢 就发现里面有许多的血迹 马桶 置物柜 以及墙上呢 都有各式各样的血迹形状 约瑟的尸体呢 就倒在浴缸内 当时染满了鲜血 马桶盖上呢 有喷溅型的血迹啊 从这些血迹的形态 以及方向研判呢 约瑟呢 被袭击时 当时正是坐在马桶上 遭遇刺伤后呢 就倒到了浴缸内 而凶手并没有放过 这位失聪失明的 无辜弱智人士 继续在浴缸内呢 用刀还继续刺杀他 约瑟的身上呢 并没有防御的伤口 很有可能呢 他还没有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已经被刺死了 可见当时的这个凶手啊 是多么的残忍 因为重度残疾 与世无争的人 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 就走完了短暂的人生 社会越繁荣啊 犯罪活动就越猖狂呢 其实归根结底呢 就是缺乏道德的教育嘛 社会家庭和伦理 道德的教育啊 是太重要了 如果不注重教育呢 人类社会与禽兽 又有什么分别呢 那在马桶后面的浴室墙上呢 还有一个血手印 但没有明显的纹路 可以进行比对 但是这个血手印的形状 是非常大的 十分的不寻常 同时呢我们还知道 这不可能是老太太 玛丽的手 也不可能是约瑟的手 更不可能是小宁娜的手 经过比对阵时呢 也不是凯洛或者是他先生的手 所以这个血手印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 其特征呢 将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因此李昌玉就认为啊 这就是本案重要的物证 从浴室走出来 沿着走廊往里走呢 右边就是起居室 小女孩的尸体 就躺在一楼的走道上 快到尽头处 左边的卧房的走道上呢 自来水呢 从厨房和洗手间流出 经流走道 有一部分进入了卧房 那在远离门的床头一旁呢 我们就发现了喷溅型的血迹 表示小女孩呢 很有可能是在床上遇害的 那小女孩的身上 共发现了十四处伤口 大部分都集中在她的脖子上 脚踝上呢 有一个模糊的血手印 可能是凶手呢 在杀害小宁娜后啊 用沾油血迹的手呢 拉住了她的小脚 将她从床上呢 拖了下来 但是从床上拖到地毯上 所留下的血迹呢 并不是湿的 也就是说呢 小女孩在被割喉后呢 躺在床上一段时间 过了许久啊 凶手才将她拖下了床 那在拖动小女孩的时候呢 凶手一定是站在床边嘛 所以床边的地毯 是十分重要的物证来源 因为凶手将整个现场用水洗过 床边呢 是唯一可能留下脚印的地方 李昌玉就说啊 我们用化学药剂在地毯上化验 现场二十多个警员呢 都不相信啊 这个被水沁湿的地毯上 能显现出脚印来 当我们将药剂喷洒在这个地毯上的时候 马上就出现了半个脚印 好像魔术师在表演魔术一样 当时啊 所有的警员都惊奇地叫了起来 显影并不清楚 不过可以看出是球鞋 在经过电脑影像处理之后 终于发现啊 是瑞布的球鞋 我们在小女孩的睡衣上 还发现了尿液的痕迹 以及大片的血迹 经过化验呢 尿液和血迹呢 都是小妮娜的 棉被上呢 也有大滩的血迹 枕头朝地的一面呢 也是如此 所以李昌玉说 他研判呢 小女孩是被割喉后 仍然未断气 凶手可能用枕头还压住了他 直至断气不再动弹为止 后来呢 法医解剖报告果然是证实啊 小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可见这个凶手啊 有多么的残忍 如果凶手是用枕头 闷死这个小女孩的 那枕头上朝上的一面 就很有可能会留下指纹嘛 于是呢 李昌玉马上进行化验呢 枕头上果然就发现了一个手印 这个手印很不清楚 后来拿回去实验室呢 用镭射侦测呢 就发现一个更清晰的手印 这个手印与浴室墙壁上的手印啊 相差很多 因此呢 李昌玉他们推断 很有可能是两个凶手作案 一个手形很大 另一个手形啊 细长娇小 很有可能这一位呢 是一位女性 在分析这些证据和现场重建时呢 李昌玉就认为小女孩 很有可能是听到了祖母的惨叫 躲到了卧室里 而被凶手发现后在床上呢 惨遭割喉 后来凶手呢在屋内毁灭证据 搜索了贵重物品 要离开的时候呢 结果就发现 这个小女孩尚未断气 便将她从床上拖了下来 再用枕头将她闷死 李昌玉就说 我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呢 将屋内所有的证据搜集完毕 下一步呢 就是回实验室 进一步的分析证据 利用这些证据呢 来寻找其他相关的线索 而凶器呢 是凶杀案重要的证据嘛 从伤口的形状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凶器的属性 本案中经过了对比三位死者的伤口呢 我们认为啊 他们都是被同一把刀刺死的 而凶器大概就是单刃的长刀 但是我们在屋内以及现场 还有附近多次搜寻呢 都没有找到这把刀 在满了一家厨房清点刀具的时候 果然就发现 其中有一把较大的刀不见 经过屋内和户外的搜索呢 都没有找到其他直接的线索 于是吕昌玉就说呢 还有一种是抛毁推理法 又叫做现场重演法 在查看死者伤口的时候呢 他说我们就发现 嫌疑犯杀人的手法非常的残忍 例如约瑟身上被杀了30多刀 都在同一个位置上 这种杀人的方法呢 可以称之为疯狂杀人法 从犯罪的手法和抛毁来推理呢 如果30多刀都是在相同的位置 通常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呢 就是出于报复心理 凶手急于泄愤报复 因而加重出手 那第二种呢 就是同性恋情杀了 那第三种呢 就是吸毒杀人 由于吸毒之后呢 行凶者就神志不清 出手呢 也就很残忍了 那约瑟呢 又是一位弱智的残障 素来与世无真嘛 不可能与人结仇呀 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呢 是他失明失聪 肯定没有同性恋的恋情嘛 所以第二种可能性 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李昌玉他们推测呢 凶手可能就是 吸毒后的行凶了 玛丽被杀了27刀 宁娜呢 被杀了14刀 从这些杀人手法来判断呢 凶手一定是一个心狠手辣 年轻力壮的人 行凶的时候啊 可能还有供犯协助 而且现场有过冲洗的痕迹 此外呢 嫌犯还打开厨房和卧室的水龙头呢 试图呢 湮灭证据 显示出 罪犯很有可能呢 智商不低 是稍有教育以及前科的罪犯 再从受害者的贵重物品 被拿走来研判呢 本案很有可能是一宗啊 入屋抢劫 然后再杀人灭口的命案 从洗手间墙上的 巨型的手印腿断呢 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手掌 一般来说呢 只有打篮球的运动员呢 才有可能的手掌 因而凶手很有可能参加过篮球队 当时这个三代灭门惨案呢 震惊了整个社区 居民们都希望马上破案 焦急的心情呢 异于言表嘛 那从证据的研判 以及玛丽家厨房地板上的手表呢 很有可能就是嫌疑犯所遗落的 因此呢 追查手表的主人 为首要的侦查人物 李昌玉他们侦查手表呢 是印了400多份的手表照片和传单 分发所有的外勤警员 在整个得比式呢 挨家挨户的询问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因为有位警员 在距离案发现场20里附近的社区 询问的时候呢 一个18、9岁的黑人女孩就表示 她的哥哥罗森堡呢 就有一只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手表 可是这款手表生产了200多万只 这并不能表示她就是嫌疑犯啊 而侦查的下一步呢 就是在化验室 仔细地研究这只手表 因为人们代表时一定会接触身体 就会转移很多的微物证据到手表上 经过高倍的显微镜化验与对比呢 就发现了黑人的体毛与皮肤的碎屑 再加上血液的分析发现呢 表上的血型是A型血 与玛丽的血型相似 但皮肤碎屑里的血型是B型的 很有可能是嫌疑犯的血 那侦查医院 居然将目标就锁定在了黑人青年 罗森堡的身上了 背景调查显示呢 他曾经是高中篮球的校队队长 后来呢 获得了美国西北部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参加过大学的校队 但是在大学期间呢 因为吸毒而被校方开除了 于是这个罗森堡呢 就只有回到德比市 在高中母校做清洁工了 同时呢 他也兼任校队的助理教练 他曾为了筹钱购买毒品 而有盗窃的前科 警方主动接触征讯时呢 他否认曾到过玛丽家附近 并声称呢 当天晚上他在女友的公寓里 虽然这个罗森堡 符合我们抛会的各种特征呢 嫌疑也很大 但是缺乏直接的证据嘛 刑警呢 也不能够采取任何的行动 可是巧合的是啊 这个案发后呢 刑侦人员曾经彻底的搜查了 附近的街道旁的垃圾桶 当时搜查人员并没有找到 任何可疑的证据 后来呢 刑警在一条偏僻的马路旁 发现了一个塑胶带 里面呢 有一双鞋子 与一件皮外套 那鞋子一看呢 就是瑞布的球鞋 而且呢 周围还有血迹 这个皮外套上呢 则发现了黑人的毛发 综合这些证据呢 罗森堡的嫌疑 急速的升高 刑警便开始了 24小时的跟踪和监视罗森堡 同时呢 另外两名地方的警员呢 到罗森堡工作的学校 也进行了调查 他们在夜里摸黑进入了学校 找到了罗森堡的置物柜 撬开锁一看呢 赫然就发现了 玛丽老太太的皮包 这两名警员兴高采烈的 将皮包拿给了检察官 要求检察官去申请逮捕令 将罗森堡呢 逮捕归案 但是法官一知道皮包是由刑警啊 在夜里私下撬开了当事人的物柜 而找到的呢 马上就排除了这些证据 并不准许作为呈堂证供 因为在美国的宪法呢 是禁止执法人员 在没有搜索状的情况下呢 未经当事人同意 进行搜索个人物品 凡是伪禁搜集的证据呢 无论对本案有多大的帮助呢 都不能用于法庭的证据 所以现在呢 警方已经认定了凶手就是罗森堡 却无法提出足够的证据呢 加以逮捕 那有一天呢 其他市的警察警局啊 就接到了一通911求救电话 报案的女子就声称啊 自己和朋友呢 被一名黑人呢 挟持到了一间屋子里面 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就发现啊 这栋屋子里面是一位教授所有 而教授和家人是外出度假 黑人就发现屋内没有人呢 便破窗而入 强迫两名女性的进屋 并加以连续的强暴 一名女性呢 趁夜逃出呢 便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求救 而这两名白人女性中啊 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黑人的女友了 报案女性就声称呢 这个黑人呢 仍然挟持着她的女朋友 于是警方呢 将这座房屋啊 团团包围起来 过了没多久呢 另一名白人女性呢 也从屋内逃了出来 向警方表示呢 屋内的黑人啊 就是得比灭门案的凶手 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正在洗手间内啊 割腕自杀 于是特种武装警队呢 立刻冲入房内呢 果然在三楼的浴缸里 发现了一个黑人 倒在地上 鲜血呢 染红了四周的地毯 于是证实呢 他果然就是罗森堡 当时的刑警呢 觉得人之将近呢 起言也善 就看到他快要断气了 于是赶紧问话了 罗森堡呢 低声就说道 得比命案呢 是我做的 那三个人呢 也是我杀的 后来呢 罗森堡就被送到医院 经过急救呢 居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另一方面呢 罗森堡的女友呢 也坦诚灭门案中啊 他也在场 当时罗森堡缺钱买毒品啊 便决定抢劫附近的居民家 于是他们就到了玛丽家时呢 先在前门敲门 老太太应门之后呢 便谎称汽车抛锚了 想借用电话 进屋后呢 他们便先假装使用电话 顺手呢 就拿起厨房的菜刀呢 开始袭击这个老太太 而他的手印呢 与枕头上的手印对比结果啊 是相同的 后来李昌宇他们在 罗森堡的汽车内呢 也搜查到了血迹 经过DNA化验呢 发现这就是 玛丽老太太的血迹了 那有了这些口供和新的证据呢 检察官就认为啊 已经足够起诉 罗森堡和他的女友了 经过半个多月后的审判呢 罗森堡的一级谋杀罪罪名成立 其女友呢 供谋杀人罪也成立 判处罗森堡死刑 这就是李昌宇 以科学证据定罪伏法的 第七名罪犯了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 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 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